这个电机是刚修回来的 接上线以后转不起来 以为是转化开关不好 换了一个还是不行 这是在快慢速的 对对对快慢速的 双速电机 通常电转一下 看什么故障现象 听声音是不是电压缺效呢 先测一下输入电压是不是缺效 三项电两两之间 应该是380到400伏 看一下 380伏 这两项 100伏 缺效 输入电压缺效 可以确定是缺效 输入电压去哪找 配电箱 刚想着手测量的时候发现 诶 线头掉了 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出来 这么明显的故障都没发现吗 您说 那么线头掉了 不缺效吗 缺效我都转不动 这个故障原因就这么容易就找到了吗 把掉下来的线头压上以后再去看 先测量输入电压 正常 电压正常 两两之间 诶 这就好了 380伏 刚才是缺效 还是不好 有问题 是不是接触线了 都是缺效呢 电机都发热了 这种电机的接线方式和普通的三向一部电动机不一样 它里面的线圈原理都不一样 等一下给大家看哪里不一样 我得测量一下 在断电的情况下 打开转换开关 我得测这个电机电阻 线圈电阻 可以确定线接错了 接到这里的这根线我拆掉 我把这个线拆下来了 可以看一下这根线 与其他两组线之间 在打开关的时候 它应该是通的 应该是短路的 可以看一下 这样把这两个线头倒一下应该就好了 它的控制原理应该是这样的 还有这个线明明标着线号 它怎么能接错呢 标着123456 在转换开关上也标着123456 它应该是接线接错了吧 测一下通断 可以确定 这两个线头接错了 在这头倒一下就可以了 这头就不用动了 这一个组合开关的线 如果乱了可不好搞 拆乱了可不好接 它本来它电机缺项是那个线头那掉了 但是它后来又接线 又接错了 在快速运行的时候 这三个端子是短接的 就是我测这三个端子 两两之间是短接的 打档 打档上 这就短接了 这就短接了 嗯 这也对了 好了可以试一下 看一下这就是双速电机的线圈 和普通的三项一部电脑机线圈不一样 刚才一打档 短接的是这三个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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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点短接 看下它这个电机线圈原理吧 这就是洗床 这就是刚才修那个洗床的控制电路 然后在这边 双速电机 这就是双速电机的线圈 低速运行 矫形连接 嗯 高速运行是 星形连接 高速运行的时候 是把这U1 W1 W1 这三个点短接 输入三项电 就实现了高速的运转 低速的时候 这三个点是断开的 下一步接 然后W1 W1 输入三项电 这是低速 低速是1500 高速是3000 嗯 它的原理 介绍得很清楚 它和三项一部电路机的星角转换 还不一样 可以看一下 这是星三角转换的一个 三项一部电路机 它的线圈 看 不一样 它也有这个短接 这一块 这是三项一部电路机的 星影连接 脚影连接 不一样和那个双手电机 很明显不一样 有的时候 现场用接触器来控制的时候 很容易 很容易弄错 像这种电机 用焦虑接触器来控制的时候 和这个星山脚将它启动 很像 到现场一不小心就认为是这一种 有弄错的时候 做个广告给大家特验一下这本书吧 很多新手师傅需要 带扫码看视频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目录 这本书也是从基础开始 互锁 自锁 以及传感器 三项一部电路机的控制 星山脚 双手电机 自护架 启动车也都有 单项电机 912的电机 直流电机 这个少见啊 直流电机 控制调速 步进 四伏 以及 三尾电路 速控 还有一些 皮尔锡 电明器 软起 低压配电电路 高压配电电路 照明电路 很全的一本书 这本书电路还是比较全的 需要的师傅可以点错压轿小红车 了解一下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你啊 师傅 这个师傅说 他在安装新的热水器 接水管的时候 收了一下被电了 一下麻到胳膊肘 还记不记得这个金项链事件 那个热水器售后也是他 因为热水器一擦电就跳 没找到原因 他被客户投诉了很多次 最后发现是项链热的货 结果今天又被电了 说啥也不干了 那咱们一起来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是水管带电吗 测一下水管 哇 带电98伏 这么狠 灶台 113伏 怎么到处带电呢 还有 这里有个水管 这上面也带电吗 60多伏 再测一下冰箱的外壳 120多伏啊 冰箱外壳是接地的 地线为什么会带电呢 而且像家里水龙头这些地方 不应该带电的 结果带100多伏 这是因为地线不好吗 我一般都怀疑地线不好 所以那就直接看一下它的配电箱 看一下它的配电箱 零线 火线 地线呢 啊 这是地线 电笔测一下 零线 带电22伏 为啥会带电 一会再说 火线 206 那就一路一路断电 我去厨房 忘了我来厨房干啥呢 有点饿呀 从右手边往左手边拉 拉 再拉 哎 没了 啊 再踏上去 我这镜头不好 老是偏 现在可以确定 是有一路线是有问题的 那就去看一下哪个电路有问题 这一路 嗯 一侧怎么还有电呢 大家猜一下这个是什么电 您猜不出来 一会再看 猜掉这一路线 猜下线以后再测 这两个线依然带电 这个电哪来的 一会再看 你看这个时候测零线还是带电的 火线电压没有220 那我先找出它们的地线 这有一个接头 地线的接头 把地线接头打开 测量地线接头不带电 送上这一路以后就带电了 我还得把这一路线接上 然后送上电 这个时候测地线100多伏 这个与金箱链那个视频事成相似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那这一路是带着什么电器呢 他们说可能是空调的 看一下空调 看一下空调的面板不正常 现在都启动不了 他们说夏天的时候修空调的来修过 换过也不好 这个时候我或许大概知道了原因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线 它有一根蓝线 我断开这个蓝线 这个时候再测地线 先不管这个电压 再测这个零线 多少 182 我拆掉这个零线 我再送上电 测拆下来的零线 204 测这一根线 217 两个电压不一样 这个低 再看一下 这像火线 219 这个零线 203 这一根线 218 所以现在基本上可以判断 这个是零线 这就是空调的零线 而这一个它是空调的地线 它接零线了 我再拆下这个火线 万一不要打层次开挡 测量红线和蓝线 有电阻 这证明是有回路 它不是漏电 测量红线和绿线 没反应 它那头连着空调 应该是有回路的 那我现在把空调的岔头拔掉 再测 看表针 就不动了 那头没连空调 所以它没有电阻 这样就可以确定 这是空调的火线和零线 它把零线当地线了 那这个空调是怎么开的呢 房主说开不了 房主说开空调 得插上这个插头 热水器这个插头 插上这个插头 空调才能开 又一次用到了它的地线 而且厨房的漏宝会跳涨 所以他们认为 热水器有问题 空调也有问题 把空调正确的零火线 接上以后再送电 再去看一下空调 显示正常 现在可以正常开 以前都开不了 再去测水盆 零浮 再看零线带电的问题 测的地线也带电 配电箱下面是一个电视机 还有一个机顶盒 我拔掉这个机顶盒 拔掉电视机 再测就没了 而插上电视机 一测就出来了 还有 我离电视机远一些 再测 电压就下来了 我靠近电视机 这个输入就上来了 还有就是 我拿电笔的手 我碰到电视机 看一下 电压都是有变化的 这是一个很弱的感应电 这个不用管 问题是分析清楚了 但是它这个阻地线还是不好 这俩哥们干完了 测了 怎么来测这个地线好不好 万用表测零地电压 9V 它主地线还是不太好 所以以前它空调也开不起来 没办法 重新给它拉个地线 拉到楼下 正好顺着楼道有个线潮 下到楼底 一般老楼的地线都不好 后来改造的时候 有些电工师傅 把地线都给忽落了 箱子这里有接地 有接地端子 但是都没有压接地线 我压在这上边 接上接地以后 再测量零地电压 电压不到3V 这个电压是可以的 有的师傅还是不太理解 可以看一下这一个 从电达出来一火一灵 对吧 接到空调 应该是火线零线 接空调的电路 接通 空调才能转 但是他接错了 他把零线接到地线上 而空调的零线 它是接在一个接地上 但是这个接地是打入大地的 应该和大地是通的 打入大地的 地 注意 地和零 它是通圆的 地和零是通的 就是如果正常的情况下 接地好的话 接地线如果是好的话 这个火线和地线之间 连上空调 空调正常运行 因为他接的是空开 他不是路保 他如果是路保的话 他用不了 他会跳展 正常情况下 他空调也能转 但是偶尔会烧空调的主板 因为接地有时候 他会出现异常 他这个现象是接地不好 接地不好 家里所有的接地线 都是连在一起的 包括热水器 包括燃气热水器的外壳 燃气热水器的外壳 它是连着大地 它是通过燃气管道连着大地 这个地是导电的 这就是个地 燃气热水器的管道 接地很好 它必须接地好 所以说燃气热水器 在不插电的情况下 空调开不了 它没有回路 开不了 空调运行不正常 他们就把空调 修空调修不好 换主板 换面板都不好 把燃气热水器 插上插座之后 绿就和管道接通了 这就等于接通了 这就等于说 天然气这个地线 成了空调的零线 所以说天然气的电线会发热 地线会发热 如果功率大的话 就直接把地线给收了 然后天然气包容管 它是导电的 它有电流 电流大了以后 保温管会发热 我以前遇到过 一摸都烫手 然后如果打火 如果漏气 它比较危险 我们经常遇到地线不好 或者阻地线不好 导致的感应电或漏电 对地放不掉 所以说阻地线好 很重要 好了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